港鐵又出事了 機鐵突然開到車 還令到乘客逼得好像沙甸魚一樣 星期二晚11點多 一架由機場開出的機鐵列車 懷疑信號接收有問題 在機場造地勤剛剛收工的陳生 剛好就是乘搭了這架機鐵列車 那班車夜都是23點40分 就在機場開出九路 車就走了差不多半小時 走停停停停停 停了幾次? 都停了四五次 剛剛過了欣澳站 車廂就發出廣播了 廣播說列車車長會走經車廂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列車車長走經車廂 真的見到他走 由機頭走去機 車頭走去車尾 就跑到他的 但是他就沒有說過什麼事 到等了一會的時候 車就移動回 但是就調轉頭來走 原來是車長把列車到後 駛回到欣澳站的臨時月台 然後叫乘客搭下一班車 但是下一班來到的列車 已經載著大批底港的旅客 機場員工 和剛剛在機場博覽館 看完演唱會的觀眾 兩班車大約600人迫到爆 有乘客就因為這次言誤 趕不設搭其他節駁車 在青衣站內鼓掃 港鐵最後免收他們的車費才平息 有乘客就罵爆 港鐵只是懂得加價 漠視了服務質素 港鐵就解釋 出事的列車接收不到訊號 需要慢速行駛 估計大約有70個乘客受到影響 強調其他列車是沒有受影響的 事發之後 市區線、東沖線、西鐵和輕鐵都有延長服務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